接下来这条消息的主角 应该说是我们娱乐梦工厂的老朋友了 没错就是TF Boys 那自从开学之后啊 这三位小男生为了不耽误学业 是捡了不少的工作料 所以四叶草门有没有非常想念他们呢 别着急 接下来我们就要为你们带来他们的消息 想打哈姐却又贩毒硬生生说回 看到王俊凯的这让人忍俊不禁的一幕 粉丝们是不是又要被蒙到了 不过大家都理解 TF Boys不但要兼顾学习 工作也已经满倒 睡眠不够精神欠佳已经是家常便饭 但是三小只一到舞台上 立马难写复活 而这首最新单曲幸运符号的首唱 也引得一个月 当然除了卖力表演 三位少年本次活动的主要任务 是担任公益活动的圆梦大使 说到圆梦 他们心中又有怎样的梦想呢 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能当一个就是有正能量的歌手 然后能够带动大家一起去帮助那些就是贫困山区而入去实现他们的梦想的一个歌手 TF Boys是名副其实的新生代偶